这个运行是根据U盘 把U盘插在这个地方 开机 这个机器打开之后 现在的坐标 现在的位置是综合坐标 这个坐标状态下 就是我们对刀呀 包括各个轴的运动 这个必须在综合坐标的状态下 如果说更改这个需要按位置 有时候会在这个层间 有时候还有一个 读完图之后会出现 所有只要是运动 必须在综合坐标 然后是里边的参数 参数的只需要调节快捷参数 里边这些都不用调 要调的就是快捷参数 第一个车刀 我们选择是双刀 也就是一 都是车的 外刀或者偏移量 这个外刀或者偏移量 也就是说 两把刀尖的距离 两把刀尖一把前刀一把后刀 这个量数多少是输多少 车刀次数 就是我们车大主的时候 需要分几次进刀 就是调节这个 如果说这个更改的话 点亮MDA 点亮MDA 假如说我们输三次 点亮MDA之后 按三 然后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三 按输入 这个地方就变成三 我们现在把它改回来 另一个就是这个 X轴安全余量和Z轴 Y轴的安全余量 这三个安全余量 就是说我们每次加工 都需要有一个回安全点的过程 它就是在你加工期间 往后退多少距离 一般情况下 我们把它设成50 也就是5公分 这个根据你木料的大小来设定 更改的话也是点亮MDA 需要输多少 输入就行 开始机器操作 机器的第一步操作 我们需要先读图 也就是读程序 按程序 返回综合的位置 按程序 一直按 直到按到文件目录 按到文件目录之后 它会显示一个C盘 一个U盘 红框在哪一个位置 也就是选择哪一个盘点的文件 现在红框是在C盘的 C盘的位置 我们按转换 转换 转换到U盘的位置 记住你这个图叫什么名字 你假如说我这个图叫F134 我就按翻 选中F134 一定是在MDI的状态下 点亮MDI 然后需要按输出 输出它会提示 请输入新的文件名 这个文件名是5000以内的任何数字 这个这个数字 不能和你前面 不能和你前面这些数有重复 我们现在里边是没有的 5000以内任何数字 我们可以输02 就一个个往下走 输入02之后 我们按输入 然后复制文件 复制文件完成之后 这边会显示这个02 然后我们再按程序 一直按程序 按到程序目录这个状态 程序目录这个界面 然后选中你这个02 我们点亮编辑 去按输入 现在这个程序 也就是这个位置 有你新命名的这个文件名 02 然后我们可以按设置 按两下设置 它会显示你这个图的 大体的加工形状 然后读完程序之后 我们开始对刀 读完图之后 我们开始对刀 对刀我们会借助这个手指 用这个手指 如果说我们用键盘上动它的话 必须点亮这个手动 点亮手动模式 然后点快速移动 每个轴对应的 Z轴 X轴 Y轴 和它对应的往回反 然后对刀 我们会借助手指工具 我们要点亮手指 点亮手指 和它对应的也是 手指上面有三个轴 XYZ三个轴 它和这个地方 都是相匹配的 这个是调节 走步的这个速度 我们对刀 根据你加工这个木料的 这个图形的长短 我们把刀尖 对在开始加工的位置 刀尖 我们的 找到你这个木料的最大最大边 我对好刀之后 在什么地方开始加工 需要把这个Z轴移动到什么位置 需要把这个Z轴移动到什么位置 假如我从这边开始加工 我就往这移 把刀尖 找到想要加工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坐标 这个坐标让它变成零 也就是说 只要是把这个绝对坐标变成零 也是在综合坐标状态下 如果说是在其他位置 是在这个程间的话 你是变不了零的 它是不动的 在任何一个情况下都不动 只需要是在这个综合坐标 让它变成零怎么变 我们按住对刀键 按住不松开 按两次输入 这个位置变成零 这个位置变成零之后 我们就开始加工 需要按一下回起刀点 也就是说 让它自动运行之前 让它回一个安全位置 回安全点 这个时候我们点亮自动 按一下循环启动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加工的这个图案的运行轨距 我们按车去 按下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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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完成之后 它会回到我们一开始设的安全点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需要打磨木料 我们可以把它点亮手动模式 按一下主车正转 主车一回转 但是速度必须让它稍微转的慢一点 如果说快的话会比较危险 我们调节这个地方 这个变频器 数字越大 表示转的速度越快 数字越小 转的越慢 我们可以把它调到20级 然后点亮主车正转 打磨完成之后 如果还停 它下边有一个主车停止 然后变频器上的数 恢复原样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参数里边有一个车刀次数 如果说参数里边所有数只要是要改 我们的程序都是必须要重新读的 假如说我们这个输成三次 点亮MDI 输成三次 按输入 然后我们还是刚才的程序 还是这个程序 你让它看一下 它还是一次进到 还是没有那种三次的轨迹 所以说我们改成三次之后 必须重新读一下图 也是一样 按程序 一直找到程序 维件目录 转换 找到你要加工的这种文件 然后点亮MDI 按输出 输出现在为热名 然后复制完成之后 我们按程序 一直要到程序目录 找到这个03 然后点亮编辑 我们按输入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 它就会 它就会有重复的三次这个进导轨迹 所以说每次只要是 只要是改参数 就必须重新读图 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 好 咱们第二次 就会入侧了